父要全家同歸於盡 壯死老婆兩子逃生 今日上午彰化發生一起 丈夫刻意壯死妻子的家庭悲劇 皇姓男子與妻子昨晚發生爭吵 皇男就仰言要全家同歸於盡 在上午9點多 皇妻與兩名兒子在自家工廠外 皇男駕駛貨車衝撞兒子與妻子 兩名兒子及時閃避逃過一劫 但妻子當場被壯傷重不治 他有說要跟他母親同歸於盡 可以兄弟跟他母親就站在工廠外面 就因老輩開車就衝撞過來 皇男衝撞妻子後自己也受傷 行凶後立刻被拉出車外 警方查出皇男有家暴記錄 妻子有申請家暴保護令 皇男兒子說父親因經濟壓力開始有暴力傾向 昨日夾暴案開庭後情緒就不穩 今日才會發生憾事 只能說平賤夫妻百事哀 地方中心展示員展話報導